由陈乔恩 陈小两人主演的《独孤皇后》正在各大网络视频平台热播中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独孤家罗》陈乔恩饰演和杨坚陈小饰演两人相互辅助成长走向成功的故事 在一部剧里面总是不仅仅有男女主这一对有感情线 总是会发展出多对感情线的 在这部剧中《独孤家罗》长得好看 又十分聪明 有胆是汉谋略 只要眼睛不瞎的基本都会喜欢上他吧 只不过后《独孤家罗》只能嫁一个人而已 除了杨坚热特别喜欢《独孤家罗》外 还有一个宇文雍也十分喜欢《独孤家罗》 宇文雍本来就是天之骄子 喜欢什么样的人不都是手道擒来吗 但是他偏偏喜欢《独孤家罗》 但是两人真的是有缘无分 但是小编还是不得不感叹宇文雍真的是痴情 即使《独孤家罗》嫁给了杨坚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宇文雍还一直都没打消对《独孤家罗》的喜欢 甚至还想多次撩拨《独孤家罗》 想着办法见《独孤家罗》 《独孤家罗》那么聪明肯定是知道宇文雍的用意 嫁为人妇本来就应该尽量避免和其他男子走得太近 但是《独孤家罗》却不顾虑那么多 为了自己目的 即使知道宇文雍的目的不单纯依然还会赴约 所以就被杨坚看到了两人在一起的场景 这也让杨坚吃醋更是产生了不信任感 可以说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危机 后来杨坚也算是知道 为什么《独孤家罗》会和宇文雍走那么近 宇文雍眉头眉脑地建议大王建立自己的安卫军 并且让推荐杨坚当统领 这件事情让大王都觉得诧异 毕竟宇文雍和杨坚是情敌关系 没有争锋相对斗的你死我亡的底部已经不错了 为何这下宇文雍还为杨坚谋职呢 这就是因为伽罗牺牲自己为杨坚谋职 但是这一点杨坚并不领情 杨坚知道这是伽罗向宇文雍提的 而《独孤家罗》明知道宇文雍对他有意思 所以他提出来的要求宇文雍一般都会做到 即使是给情敌谋职这件事情 宇文雍也还是做了 就为了博得美人一笑 满足孤独家罗的心愿 独孤家罗是为了杨坚好 但是杨坚并不领情 觉得这是独孤家罗 牺牲了自己才获得这个职位 两人有这样的误会也多半是因为交流少了 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夫妻之间一定要多交流 感谢观看